世界佛陀的独生奔怀 当人们看见佛师 能让人起宁静心 进了佛寺 能疗愈人们心灵的杂染 听了佛法 能放下成熟的烦忧 于是出家人见佛寺 不是为了自己的安身 而是能将如来种子 骗上四方 2011年12月5日 屏东县潮州镇庙光产寺佛殿落成 即佛像开光安座大殿隆重举行 当天庙光产寺洋溢着月光的气氛 穿着整齐的影语人员 台列人员 与寺院住持建宇法师 一起恭迎来自各地的佛界影修 这一年也是建宇法师出家满20年的时刻 从2005年 他担任妙光财寺助持开始 他承担起佛殿仇建的行程 历经六年 今天完成 终于让当地信中 有礼佛的地方 更可以让远来信中 来此禅修 精精修行 世界佛教生协会会长 两宗长老致辞时 肯定建宇法师 今年在弘法立身 及社会公义方面同歉 建宇法师 这么多年来 不但日行 会遇到 其中 佛教的 日向事业 同时 也 与社会 发力的私议 共进阳东 广惧善缘 我家里面有句话 为臣服前 省进人员 进人员 世界非常重要的 臣服上要进人员 就是以为自己离来 基因法师 现在这么大的愿 竟可以趁这个身宽的 而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袁中长老 则勉力妙光禅寺 日后更要接引众生 广度有缘 往建宇法师 在感恩诸山长老的奇名下 以效法地藏王菩萨的慈悲精神 继续立即众生 特别的是 当天台湾原住民 卢凯族人 也到达现场 共战法师 为建允法师 披上尊贵的 卢凯族 卢凯族公主的事 献上最多的建议 感谢法师多年 对族人的照顾 更感动佛法的慈悲爱意 这一切的缘分 来自法师当年 坚决出家的举行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五岁 我的大嫂 她就带我去看一部电影 叫《牧连救母》 从那时候 我幼小的心灵种子 我就种下了很深厚的一个 吃三斤肉 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不见杀 不为我杀 不闻杀 那只要我在 在幼小的心灵当中 只要有看到人家 在杀鸡、杀鸭 那一餐我就不吃了 《牧连救母》这则故事 是叙述释迦牟尼佛的徒弟中 拥有神通第一称号的 牧见连尊者 即使神通广大 可以上天堂下地狱 行种自如 却无法解救 做了很多坏事 毁谤三宝 不幸英国的母亲 堕入恶轨道 最后 还是以供养 刚结下安居丸的僧众 方有足够的功德 脱离恶轨道 受到启蒙的 剑影法师长大后 剑影法师看到 世间的种种苦相 为了解宇宙的真理 到处清静寺庙 参佛、礼佛、学习佛法 有一次我就随手刚好看到 道远老和尚的金刚经 我刹那当中 我觉得好压抑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法 后来又看到远培法师 有翻译的一个金刚经 说真的啊 怎么这么多人 都把这部这个经 讲得这么的好 从此呢 对于这种金刚经的 这个道理呢 就更生在我的 这个种子里头 这份前程 让法师有了殊胜的体验 只是当时呢 就听人家讲说 那有西方三圣 西方三圣 那我心里当下就说 西方三圣 那西方三圣在哪里啊 虽然这个讲得很好 但是佛是在哪里啊 结果呢 只是一个起心动念 那当时我是在我家的花园 我就这样子起心了一个动念 结果呢 没有想到呢 天上那个云啊 就视线了这个西方三圣 那我就看得很清楚 说云怎么会变成佛像的感觉 好像就是我们家 在拜的那个佛像 怎么会在天空 这个云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时候我一看的时候 我非常的讶异 当时呢 我就跪了下来守合掌 我当时呢 就体悟到三界为心 万法为世 那体悟到金刚经 他所讲的这个道理 一切都是为心所限 那你看我们心想什么 他就限什么 所以呢 当时呢 我就好感恩 真的是诸佛菩萨 好像就是为了成就我这个 顿根气的这个众生 他就视线这样子 所以我应该在修 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方面也是在攻读到金刚经 一方面呢 也是诸佛菩萨给我感应 那给我信心 这个殊胜的体验 引领剑营法师 继续往内寻找福性 有一年我自己就到大榆林 就在那个地方 我自己呢 就看书打打坐 那当时呢 我自己在想 为什么我们自己在看书 或者是自己在念佛 这时候心能够专注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在看经典 那时候呢 与人交谈 我们会口是心非 我觉得 这好像跟我们修行不能相应 这时候呢 我发觉到 我自己是一个口是心非 跟我们在看书的时候 看经典的时候 那时的心境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样子 我开始找禅这个东西 但是我当时也不知道 禅是什么 只是那种种子 它就会浮现一个禅 就很想要找一个心 找一个真正的心 找一个不是口是心非那个心 剑营法师为了寻找那颗心 惊人介绍 去到台北的万里灵犬禅寺挂丹 一直到第五天 剑营法师有幸恭听到 唯绝上人的开示 老和尚最后 老和尚最后在结束的时候就讲 他说我们修行就是要定心 静心 明心 悟心 好 这时候三心定下了我的心了 这时候我冥想出家的念头更是坚定 因为我要找的就是这一颗的心 我要把我的心找回来 我迷失已久 蒙蔽已久的心 我要找回来 我就因为这样子出家了 于是剑营法师于西元 现在剑营法师广开禅修班 严格指导在家弟子禅修静坐 剑营法师从一个俗家女子 到可以指导信中的法师 这其中的修炼 自然经历非常多的努力 鼓励他向前的动力 在于他的恩师 违绝上人 对他的严格教导和慈悲 影响所及 剑营法师在严谨教导弟子之外 也有秦松说过往故事的一面 他说 当年刚出家的他 生团生活 也有差点熬不过去的时刻 我们在上禅修班 上到中台的四征型 他曾经讲过他的公案 在他出家过程 因为他从小的一个 他说在家里面是老妖 所以有一点 供高我慢的习气 一直带到出家的地方 结果后来他受不了出家的失忧 他说老和尚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常常就这样挨骂 所以他就打消了要出家的念头 那有一个晚上 他就偷偷地要 要还俗要回来 结果他没有想到 他说趁着说 这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神不知鬼不觉 然后他就偷偷地溜出 从后门就溜出来 没有想到老和尚 已经事先就在后门那边等候他了 结果他也大吃一惊 后来那个晚上 他说一直到天亮 然后老和尚就一直跟他讲了一些 这个怎么修行 怎么守戒律 那个老和尚呢 大家看到说 他是一个可照之才 那后来没有想到 他居然是成为后来 我们所敬爱的一个师父 那么在他的行事作风里面 从这个我在这个 从至成佛师一直到妙光寺 那我看到他的这个待人接物 真的就是中台的四生习里面 所讲的对上已尽 就是对老和尚 还有对那个 对那个这个恭敬 然后对下已尺 那对呢 所有的这个信徒信众 都是非常慈祥的 那待人处事 都是怎么样 都是那么和和气气的 那做事情更是一丝不够 这个就是对事与真 这是让我最一个 最敬爱的 最感佩的一个地方 回忆过往 法师拿出他刚出站的照片 说到那晚要下山的情形 就想半夜离开 就想半夜离开 不敢白天离开 就想脱跑 结果呢 我的家是三更半夜的 他就站在那里 因为我从林泉寺的后山 后山有坟墓 因为我出家不久 看到那个坟墓会害怕 我就傍晚的时候 去跟那个坟墓那边 就跟他讲说 我晚上我要偷跑下山 你们不要吓我 我才出家 我什么都不懂 我胆子很小 你们不要吓我 我就跟他们讲好了 结果呢 因为当时我们林泉寺 很辛苦啊 那晚上那边 后山那边都是没有灯火的 结果呢 我的家师啊 他就站在那里等我了 他就讲 建宁啊 这么晚你要去哪里 我还初初听不 不知道是谁 然后第二声他就 我家师又又又又讲 建宁啊 你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 哎呀我当初呢 还以为是鬼 我吓了一大跳 我就说 我不是傍晚就跟你讲 我胆子很小 你不要出来吓我 那我师父知道我吓到了 他又再叫一声 建宁啊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啊 哎呀我一听到是我师父的声音 我就跟我师父讲 师父 不要下山啊 我不要修行了 我要下山 修行太苦太苦了 我不要 我又不懂我的根基 我的根基不好 我是下根基的 所以我还是下山好了 那我的家师非常非常的慈悲 当天那天晚上 我十二点要离开 那天晚上 他就跟我讲到凌晨五点 我们已经打板了 要做早课了 我们师兄弟当时没有几个人 就二十几个人 大家都看到 我师父坐在石头那边 跟我讲话 他跟我讲出家的意义 修行学佛的目的 那跟我讲法是什么 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金刀剃下娘生法 法王坐下天子又天孙 他说当初你剃度的时候 师父不是这样告诉你的吗 我当时就像棒喝一样 对啊 当我跪下来 师父要剃下这一刀下去的时候 师父告诉我 金刀剃下娘生法 法王坐下天子又天孙 假使热铁轮在你顶上悬 也不以慈谱而退失菩提心 发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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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师父又在重复的跟我讲 你剃度的时候 你剃度的时候 师父不是这样告诉你吗 当下的我真的 棒喝一顿 马上又想起自己所发的地藏运 地狱不空 势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为什么自己的习气这么重 自己不改 还要怪别人的不对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从此再也不踏出山门一步 从此我再也不会有要离开师父 善知识的念头 从此都没有 五个小时决定了我一生的法身会议 所以我衷心满满感恩我的师父 浩荡的师恩我也无以回报 我只有努力精进用功 不起烦恼心 我只有精进用功 弘法度众 修菩萨行 学菩萨行的五名 这样子来报答我浩荡的师恩 剑萨法师跟随恩师 为绝老和尚 开辟了中台禅寺 而后老和尚在1996年 指示法师到至成佛寺担任主持 剑萨法师实践的 大方便佛报恩经所言 假使热铁轮 再如顶上悬 终不以此苦 退失菩提心 日后 为绝老和尚在动静的羞耻中 更指引剑萨法师 一个磨练心智的真上缘 这应该是在民国八十五年荷薄台风 那就是对于整个霧台豪茶村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清洗之下 当时呢我就接到了我师父 那上尚尾下决老和尚他来电 他就是说这个他看了报纸 从贺博921大地震到八八水灾 将近二十年来 建议法师从没有间断给予原住民的帮助 从贺博台风一直到这个三四年前的这个八八水灾 他是第一个只要听到有这样的信息 第一个来到部落 而且他不是就到我们好茶村 也没有分卢凯族排湾族 就整个受灾的原住民地区 他不管多远 他一定要带物资来帮忙我们 他会跟我联络 他会告诉我说有一些的物资 透过我们三星的这些信徒 要来帮忙你们 如果适合在小朋友的区块 我就会联络我们学校单位 校长负责人 就是适合的 我们用在适合的对象 那老人家这个区块 一样有时候社会会发放一些米啊 这些食物啊 还有他们的这些衣服啊 那有一些比较弱势单轻的 经济能力比较差的 譬如说要上学 没有钱买小朋友的用品啊 有的是经济困难 没有办法缴学杂费这样的 师傅也会请我到部落去做一些采访 然后师傅呢 就会一一的把这些需要的 帮忙的这些同胞呢 他就会安排时间就到部落 就发放给部落的这些主人 多年来法师并不以为苦 反而将这些对外的慈善工作 化作一种动静双修的修炼方法 禅宗这个三铁法药 让我们定心 静心 明心 但是只是物而已 你只是尝到这个法味 路还是要去走 如何走呢 要在静中养成 在洞中的磨炼 静中如何养成呢 透过我们的熟悉观 将我们的心 慢慢的去降服这些的妄想 烦恼 无名 分层 在洞中的磨炼 在哪里磨炼呢 就在人我是非当中磨炼 所以我们在洞中的磨炼 就是要柔和 要谦卑 尤其是民国98年八八水灾 好茶村被灭村之后 这几年新安置的好茶村 百废待兴 由于周边的腹地不够 部落族人无法就近开辟萌田 部落开始组织起来 创造联合民宿 建议法师也带动他们 提供数十民宿的服务 我们在这边住了之后 环境给住了之后 就开始想到生活的问题 产业的问题如何生活起来 那我们到这边 因为那个是属于紧急的那种我们就住 那之后开始才想到所谓的生活 那生活起来因为这边没有属于我们自己农地 因为我们农地还是在山上 那我们上班就业在都市 当然是没有问题 可是短期没有那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是 这些我们有些长辈的孩子们出去了 长辈们有些房间是空了一两间 一间或是两间 那想想那个时候 那时候有很多人在进来这边来拜访 或是来慰问 我想说那些空房间 以及空在那边不如清理干净 弄出来 来作为招待这些游客的或是朋友的地方 来创造一点点的给那些 那个家务的收入 就这样开始起来了 你创造一点点的收入 帮助那个家务 然后最终是 这个是除了一个是产业的那个帮助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精神 就是说希望你能够跟外界的接触 希望你能够因为住在这边 会有机会接触 可以去聊天 教换大家的很多心声 因为平时了解的时候 就没有误解了 因为过去我们还是希望 原住民的朋友跟平地的朋友 能够因为彼此了解 然后才不会减少很多 过去很多刻板的错误影响 我们希望营造这一点 新安置的社区 家家户户比邻而居 虽然少了些山鸟群飞 日饮清暇的部落风情 但住户集中 家家户户又发挥自然创意 布置手工异象图腾 整个社区像深山里的香格里拉 2013年夏天 透过剑影法师的带领 美国休斯顿佛教经社 来到这办活动 学员分住在卢凯族的家中 家家户户提供素食餐点 品尝道地的卢凯族传统素食 感谢建议师傅能够协助 对我们的部落的生活这方面 那也介绍了一些从国外来的朋友 当然他们来也一样 我们还是摆持我们对招待 任何贵宾的招待 那他们来这边 就是在这边 他们也发现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美 然后环境这么好 那晚上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们聊 就跟刚才一样的 去聊天 他们聊我们的文化 把我们的文化介绍给他们 然后也介绍我们的风味餐 他们没有吃过风味 我们在地的风味餐 都是他们这边 但是没有吃过的食物 非常惊喜的 因为过去从祖先来讲 我们其实是素食的 就是偶尔运气好 达到山叔来吃到肉里外 其实平常的生活是吃素食 所以我们过去的长辈 为什么以前的祖先 他们命都比较长 对 因为他们 我们最后发现 他们其实我们过去的时候 都吃素 到我这个年龄 我还有殷疑 我吃到那段时间 我在我初中以前 都也是吃那个纯素的那种 我们山山的风味餐 用脚风味餐吧 其实就是我们的那种 自然生活的殷疑 建影法师照顾少数民族 多年来被卢凯族人 册封为牧迷公主 今天法师回到部落 和热情的族人相聚 现在还是一家人 木碗时分 大家石阶贤作 或是唐朝诗人王维 中南别叶云 中岁火好道 晚家南山垂 新来美独王 盛世空白之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偶然直领手 谈笑无缓起 身父照顾族人 重任的鹅冷公主 到处对有了建影法师 这位异族姐妹的心情 她就像贵族一样 是的 她就像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生活导师一样的 我就是因为跟她卷缘 我才有机会知道这个佛教的精神 那透过我们的师父 给我们平常的关心指导 我从她的身上学习很多 田园诗人王维 一生追求她的师父 普及产师 合一疏实 持戒安禅 乐住山林 至求极尽 建影法师为少数民族 这些天生的田园诗人 撒下菩提种子 我们今天能出家修行 能当为同餐道友乃至师兄弟 都是因为要修行 唯有我们这个不动心 清楚明白 做主这个心 这个就是真正的了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生活导师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生活导师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重视人生 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 与您一同拥抱生命 迎向未来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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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探讨天台中的九主 九位祖师传记里面 在慧师禅师 他在南越 他有预测说 他在南越就是住十年 那他在南越的地方呢 教导的徒众也很多 那我们之前说的是 他到南越的时候呢 智者大师呢 就跟他离开 因为智者大师跟随他的时候呢 是南越 那这个时候呢 慧师禅师呢 是带着其他的一批的徒众到南越 然后智者大师呢 他就往这个南京的地方 后来智者大师呢 到了南京八年的时间 还是七年的时间 他又就是到天台山去了 所以应该慧师禅师 他到南越以后 然后有一段时间 他又到这个 京陵 南京的时候呢 应该智者大师也没有在那里 他已经在天台山了